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用酷恩器警告驱赶违规车辆或者直接拍照来开单 恒丘老街旁的乱象廉价第一天已经让居民头痛 又是在省道旁边民众都会贪图一时的方便 就下车要方便购买 所以说都有围停的情势 中秋的天气微凉但是海边一样有人潮 这边人比较多 水比较少 分加少 等一下走 就只有一天而已 对 只要是烤肉 玩两天就昨天更烤 明显感受到连续假期的人潮 墾丁民宿和饭店业者表示 在一个月前订房就已经客满 接下来三天预估游客会更多 也希望大家玩得尽兴之余 切记 功德心 三天新闻 朱俊杰 祝一荣 评团报道